哈囉大家好 我是一個單身了兩百多年沒找到伴侶的一個海龜 這海龜真的好慘啊 那上次有看到這一個傢伙對不對 說是被什麼輻射污染 他其實是那個鬼頭刀啦 雖然我印象中我看的鬼頭刀沒有鮮豔到這種程度 而且身上還有一大堆黑色斑點 不過沒關係啊 他這個是鬼頭刀就是了 那我們這一次要來玩這一個虎金對不對 也叫殺人金 有120塊錢 沒錯我現在就剛好有這個120塊錢 所以可以來使用他一下 那在現實社會裡面的虎金 在海裡面好像就是沒有天敵的樣子吧 好像我記得是這樣子 所以他應該也是在這裡會是一個超強的一個存在吧 誒誒房間什麼事了 房間什麼事了 Oh yeah太好了 誘惑 我們雖然找到了一個同伴 但是我現在肚子很餓 喂別跑別跑別跑 我是不是應該跟在他旁邊跟他這個抱大腿的啊 然後就可以吃他那個 哇大家看好大一隻喔 所以成年的跟我這個幼年的差別就是這麼大 但是現在不要管好不好 我們現在終於出生了 正常來講是沒有天敵 但是呢 是幼年階段 不管是誰應該都可以把我給搞死吧 那最重要的是遠方剛剛那邊那一個 呃 抹 抹香精已經出現了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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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肚子快餓死了 但是我沒有找到 找不到東西吃 慘了 怎麼辦 原來在這一個 對喔 這個地方可是極地的海洋耶 喔 那邊有一些魚 很多魚 就在抹香精在那邊 我也得殺過去了 這邊很多這種小隻的魚 我沒有辦法一口把他們給吞掉啊 如果能夠一口吞掉就好了 我得追一隻追一隻 這這麼小一隻應該可以吧 根本吃不掉 喔吃到了吃到了 太好了 可以直接村他們 喔耶 耶 耶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喔 終於保時度問題稍微獲得了一些這個改善了 然後我馬上就看到了那個伴侶了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等著我 等著我 我會自己長大變成大人之後再來找你的 等著我 我變成大人之後就會來找你了 現在 大家可以看喔 這真的超小隻的好可愛喔 有沒有 超可愛的啦 其實長大的那個也超可愛的啊 哇 這裡面的魚為什麼都做得這麼可愛 喔對了然後他的話呢是需要那個 沖上來呼吸的 那我呢 其實從來沒有在啊那個出海啊 然後看過什麼的 就是這個 他可以沖出海面有沒有 就一大堆這種虎晶沖出海面這種樣子 感覺好像也蠻好的 欸虎晶會做這種事情嗎 應該也是會的吧 等我變成了這個大人之後對不對 然後找到交配對象 然後開始可以生下那些小隻的之後 應該就可以嘗試來做這件事情了吧 不曉得他們會跟著我一起沖出這個 海平面這樣 還蠻有意思的 不過這裡呢說實在的還真不愧是 噢天啊 等一下有白金 所以那是成年白金我應該是 不要靠近他會比較好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是什麼東西在這裡 所以這裡 這一個地方的這個魚的數量真的很少 欸嗨 同伴你好 他跟我一樣是同伴 但是為什麼比我小 等一下他比我小隻耶 我等級是1耶 喔一樣的 一樣的吧 應該是一樣的 剛剛應該只是一個視覺差而已 我的等級1啊 他應該也是等級1啊 最小就是這樣子 總不可能還會再比我再更小啊 這邊真的沒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吃了嗎 哇這邊好多白金啊在這裡 而且 也有小白金耶 小白金那個大白金 欸有企鵝有企鵝 可是企鵝 啊他要去吃企鵝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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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在這邊我也危險啊 我會被他們吃吧 趕緊趕緊 我是得吃企鵝啦 沒辦法了 企鵝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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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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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虎金啊這種的話呢 最好沒事啊 你就要衝到海平面上面 這個呼吸一下會比較好一點哦 那就是在我的等級的那一 外圍有一環那個 黃色的那個東西嘛 那個就是我的那個 肺活量計量條啦 越少的話我的攻擊力就會越低 攻擊速就是越來越慢 移動速度也會越來越慢哦 欸 所以這片海說實在的是蠻大的 然後慘了 我已經更丟了我的那個 我的未來伴侶了 我的未來伴侶就這樣跟丟了 那真不愧是那個什麼 海中無天敵的這麼一個物種啊 那為什麼說是海中呢 因為說實在的 虎金雖然是這個食物鏈最頂層 但是其實還算有一個天敵大概就是人類吧 對不對 我們排放出來 我們工業的那些排放的廢水 如果排到海洋裡面 大概就會直接對他們造成影響吧 所以人類才是最可怕的 他們的天敵這樣子 等級3了 快到他等級8了 等級8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到達這個最高等級 不是啦也不是最高等級 是到達那個成年階段了 這是夥伴嗎 是夥伴欸 成年那一隻欸 成年的 成年的不見了耶 為什麼 這邊有大塊的肉可以吃太好了 我們來吃一下大塊的肉 應該很快就可以成長了吧 但是那個傢伙操作過來了 而且他其實後面遊戲在做更新到現在啊 那個什麼一些魚類其實都會發出聲音的喔 所以像這個我剛剛其實有聽到這個虎晶 他們之間在溝通那個發出來的那個聲音耶 感覺還蠻有意思的 就感覺到說 這個夥伴好像是在跟我溝通的一種感覺啊 等一下剛剛那個那麼大一塊肉會直接吞喔 喔對了 因為他的嘴巴很大嘛 欸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嘴巴還這麼大一個欸 小小年紀嘴巴就這麼大 那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那一些肉塊 該不會就是那個吧 我的未來伴侶的肉塊吧 不會被抹香精給吃了吧 那我找不到伴侶了 不會吧 我剛剛真的就是繞了這個海一圈欸 真的已經找不到大隻的了 那就是說 可能那個大隻的真的有點蠢 蠢到了自己 就衝過去被那個抹香精給咬死了啦 欸等一下 這一隻是 喔小隻的啦 我就想問他怎麼會一直在我身邊繞來繞去的想幹什麼 而且還會一直跟 好像有在跟我溝通一樣 沒有人在跟我講話 啊對了 我把肉叼給他吃 這樣他應該會跟我一起長大的吧 變成一個青梅竹馬了耶 有欸他會吃 哈哈 好不好 我也還沒長大 我居然要養另外一個小傢伙了 不是吧 叼過來 當然我自己也要長大才想 他真的跟著我了耶 太好了 那我先把他養大好了 哈哈 十年養成計畫啟動 我得把他養大 然後他既然會跟著我的話 代表說 我應該可以把他帶著就是 避開 至少避開一些危險吧 不是吧 我居然需要啟動十年養成計畫 太好了 他會跟著我 好吧我已經快要成年了 我再吃一塊肉應該就成年了 那他要不要吃啊 有他吃了 他吃了兩塊 所以最後一塊就給我吃囉 好我成年了 哇 這體積也差太多了吧 突然之間的 所以他還會繼續跟著我嗎 希望是會的 那這樣我就帶著他對成年人 帶著未成年人啟動養十年養成計畫 然後 把他養 哇這傷害也差太多了吧 把他給養大之後呢 把他給養大之後再來好好的交配 這個劇情有點怪怪的 這個劇情太怪了 不過幸虧他是會跟著我有沒有 但是現在看一下我的樣子好了 確實就是一個成年的樣子 然後嘴巴張開大概是長這樣子吧 哇他怎麼一直在我屁股這邊啦 他想幹什麼啊 你去吃肉啦你趕快長大啦 他一直頂著我欸 他頂著我前進 他想幹什麼 趕快來吃肉啦 好太好了 只要他會跟著我 我就有辦法餵養他 突然之間在養別人家的小孩子有沒有 其實沒有啊 他是我的青梅竹馬 但是呢我只是 跟他一起 我只是長得比他還要快速而已 可是說實在的 這個企鵝這麼會跑啊 那我後面那隻不曉得 會不會跟我跟得這麼勤快喔 看看一下 有過來了過來了 我就把肉咬了吧 把碎肉咬出來給他吃這樣子 沒辦法了 欸他是不是長大了 他成年了 耶 交配囉 十年養成計畫成功 YES 欸等等 鯨魚是下蛋的嗎 虎鯨是下蛋的嗎 沒關係我們這些先不要管好了 我們他竟然這裡面說是下蛋 沒有啦 對嘛 直接就生出來了嘛 下蛋個頭啊 哈哈 所以我們只要呢 再次養這一隻就好了 啊那隻成年的咧 啊那隻成年了就跑掉了 所以只有他會跟著我就對了 啊為什麼那隻成年了跑掉了 憑什麼都跑掉了 那這些小魚你不會吃嗎 那沒辦法了 變成說我就得開始呢 一直慢慢的養這一隻 那成年了就跑了 欸別鬧了 怎麼成年了就跑了 你這樣子跑難怪會被那個抹香精給吃掉啊 我跟你說就是你的那個你的父母 被抹香精給吃掉了 你還學不乖啊你 他去追企鵝了嗎 還是說我靠近他他可以跟著我 他會發出聲音跟我溝通 他是叫我不要接近他還是說 好朋友我們一起走吧這樣子 還是說都不是啊好像都不是欸 啊我的那一位 啊我的小孩咧 啊我的小孩咧 這個嗎 應該是吧 他去吃魚了欸真的假的 他自己有在吃那些小魚欸 還蠻乖的嘛 不過說實在的吃企鵝好啦 吃企鵝比較好 欸這 這傢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喔 這是那個白金小時候欸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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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白金小時候吃 雖然白金現在應該恨死我了 欸啊我那一隻在這裡 所以我那一隻一直在跟這些小魚打交道就對了啦 我生下來這一隻 一直在吃這些小魚 也不錯啦至少要自己在那邊覓食 這一坨吃完你能長大嗎 長大了之後我們立刻就趕緊的來這個繼續交配 哈哈 看看 剛剛我倒是忘了看說我自己長大之後也可以獲得多少 欸就是61吧對不對 因為我原本是120進來的然後就變成 變成是0了嘛 因為這個是要耗費120的硬幣的 所以我只要自己長大然後呢 把一隻小隻的養大這樣子 把我自己生下來的這一隻養大 那就可以把那個錢都賺回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喔 不過他游泳速度比我慢很多啦 所以 他會不會跟著我一起衝出去呢 來吧 有他出來了 不是我 雖然我剛剛感覺他好像就是在看我耍猴戚一樣 不過他最後終於還是跟著跳了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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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哇這個超帥的 這樣子咬企鵝 這樣子吃企鵝肉 哇 剛剛那個補殺好欸 這才是真正的海底大獵沙馬對不對 從海平面下面然後抓著一個獵物 跳出海平面這樣子 哇帥呆了 剛剛真的是帥呆了 現在阿你就吃一塊肉嗎 呃不夠吧 這邊還有幾塊肉你趕快去吃一吃喔 好吧他不吃我吃 等等等等等等 我看到了一個什麼 好等一下這邊好像有一個 喔這個就是剛剛那個吧 剛剛那個變大隻的 那我現在還沒辦法繼續跟他交配 是因為我呢還在養育一個小孩子喔 那只要把所有自己的小孩子給養育成年之後呢 那就可以直接再一次的進行這個交配 這就是這個遊戲裡面的這個生存模式的一個機制 欸呦白金我現在已經成年了 應該是可以輕鬆的幹掉他 欸欸可以嗎 我的攻擊力比他強多了 他咬我一口才11點 太可怕了吧 哇他直接吞了耶 哇好大一塊他直接吞掉了漂亮 這樣他應該可以成長得很快 只是我要小心就是他不能夠去被那個白金給咬死就是了 但是他應該可以成長得很快 等一下他現在是不屑吃企鵝肉肉就對了 剛剛白金的肉太好吃了 他不屑吃企鵝肉的樣子 欸他長大了 他長大了成功了 長大了之後呢立刻跟他交配 耶 果然 欸不過呢現在是116耶 所以沒有變成120 不過其實也夠多啦 看來可能不是說每一次這個養大都是同樣的一個 一個錢喔 但是也夠了呀我覺得也夠了 所以只要第三隻出來我們把第三隻給養大 第三隻養大之後呢就絕對可以把這個錢給賺回來啊 不過一次就只能養一隻喔 感覺好像也還是說比較那傻一點 比較可惜一點 而且養大了之後他自己就獨立了 自己就跑遠了 我以為可以那個建立一個這個虎金家族出來有沒有 好多虎金跟著我一起那個在那個在海裡面游泳這樣子 我感覺那個應該是會蠻炫的這樣子啦 不過吃企鵝這個成長的真的是太慢了 我決定去找一些比較大型的目標吧 這個下面這些魚可不可以啊 這些魚好像是肉是比企鵝還多一點的樣子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就把他給咬掉吧 那只是他的這個游泳速度感覺上真的比我慢好多喔 有時候我跑太遠的話就不知道他會跑去哪裡 怕他生怕他迷路有沒有 然後就不會再跟著我了 而且我感覺他現在真的很挑食耶 喔這個魚要咬他 哇賽 剛才我的這個小鯨魚好像在求救一樣耶 有發出那個好像在求救的聲音 所以帶著他直接去找那個大型boss什麼的還是有點危險啊 但現在呢不用去管什麼找什麼大型boss啊 現在根本連 等一下這隻是小隻的耶 欸 欸 啊我我的小孩是這一個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別人的小孩 別人家的小孩有一隻在這裡耶 又一個別人家的小孩了 這個小孩也一樣可以啟動這個十年養成計畫就對了 哈哈哈哈 不要了我現在要找那個白金啦 為什麼白金這麼少啊 喔我看到一隻白金了太好了太好了 直接去吃 直接去擊殺這一隻白金就好了 肉塊就很大塊了 哇哦 所以這個真的我現在就比他還強很多了吧 這個 他幹什麼 怎麼纏我纏得這麼緊 但是最後呢還是死了 來吧 為了養育我的下一代 我的下一代去哪裡了 啊啊我的下一代 喔有過來了應該是他吧 欸兩隻哪一隻還是我的下一代啊 我長大了長大了長大了 長大了太好了 我現在有七百一十 欸七百一七 欸一百七十一喔 感覺好像 其實養大一隻的話 也不算很難啦 所以其實用這個虎金來說 賺這個硬幣呢應該算是這個蠻快的 但其實說實在的就是 虎金也好歹也已經是這個 最後一隻了嘛對不對 那會變得很快應該也是蠻正常的 來我們再吃一個白金在這裡 直接來咬一下 那現在的話呢 我就來試著看看能不能讓我自己 欸 這個白金小時候的身體比較灰欸 然後長大了之後就變得超白這樣子 哈哈怎麼搞的 而且還有一隻小隻的一直跟著我有沒有 真的把我當成他的這個 當他的媽媽了吧 好所以現在大概就是來看一下 我現在等級八對不對 欸其實我一直沒有試欸 因為我的嘴巴這麼大對不對 那 也許有機會可以一口吞這個企鵝是不是 有沒有可能啊 哈哈 真的可以一口吞這個企鵝欸 這 不是鬧著玩的吧 所以 只要一成年之後啊 根本想吞什麼就吞什麼了嘛 企鵝都一口吞了 那還有什麼東西不能一口 喔應該還有很多可以不能一口吞 但是企鵝這邊的數量超多的 而且我的等級就可以像這樣子 超級輕鬆的就可以提升了 因為只要一過去就把它給吞了就行了 喔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吧 而且這邊還有小白金小白金 小白金也是一口吞 天啊小白金都這樣一口吞了 欸欸欸欸欸 後面刷了一個大隻了是不是 喔真的耶 所以白金是在這邊刷的嗎 白金你是不是在這邊刷的 白金 咬掉是不是在這邊刷的 不是 我以為我找到了一個可以刷的傢伙了 所以說這邊的話呢 乾脆就跟他這個先交配一下好了 他剛剛好像也是 吃了一塊大肉之後然後突然之間就長大了 一下我們長大了 我們生一個傢伙出來 是的我們繼續 現在我已經把那個原本的錢都賺回來了 所以我的目標呢已經變成說讓自己呢 這個長大 看看到底說可以長大到一個什麼樣的階段 什麼樣的程度這樣 所以我的小孩子會過來幫我咬他就對了 挺好的挺好的 那就給他吃吧 這些大塊的肉給他吃 欸欸真的欸 我感覺這個 這個白金是不是在這邊出現了啊 試的話那就 就簡單了呀 啊我猜了 我現在肺活量有點不夠啊 這個傷害是直線下降 但又好像不是啊 這個白金那個屍體都咬掉了之後 還是沒有在這邊直接出現喔 所以這邊應該不算是他就是固定會出現的地點 但沒有關係啊 我們可以離開這一片對不對 冰凍海洋 到達有蒼龍的那一個地方 可是 這邊有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欸那一個 這裡的霸主怎麼不見了 抹香精怎麼不見了 哇這個咬他現在一口已經60多點傷害了 我是不是剩一級那個傷害就會增加一大堆 然後他馬上長大了 加55啦 我剛剛好像看到是加55對不對 硬幣加了55 然後很輕鬆的立刻又生了一隻出來 對 直接再生一隻出來 哇塞 那就一直吃 一直把白金咬了 然後就超好賺這個硬幣的了耶 哈哈 我好像已經跑到了那個原來的海域這邊來了 對 我已經跑回原來的海域了耶 這裡還有蒼龍嗎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抹香精是沒看到的 但這邊我看一下喔 這個這個家伙原來都這麼小隻了啊 現在一看 不過他的防禦力好像很高耶 我咬他一下才34點的傷害而已 而且他的夥伴也來了 等等 好像有分大小隻 現在咬我這個比較大隻 慘了我會不會死在這裡啊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吧 因為我現在等級還沒有說特別高 所以其實是蠻危險的 但是 沒問題啦 這個都想逃跑了 我剛剛生下來的那隻就沒有跟我一起過來了耶 我左上角那邊那個顯示的那個已經不見了 所以 不曉得是他怎麼樣了 不過沒關係 現在 我已經把我的錢先賺回來了 所以說 我可以在這邊先為所欲為了 因為錢已經賺回來了嘛 哈哈 這邊該不會都可以直接一口吞吧 都可以耶 他們在這邊吃得很高興 然後我直接過來一口把他們給吞了 有沒有 他們在這邊咬得很高興 我直接過來一口吞 這個是那個縮子魚耶 直接一口吞 他們還想要夾著尾巴就想跑 哈哈哈哈 我在這邊也太強了吧 這個虎鯨根本太強了 這就是上次那個嘛 虎鯊會瘋狂刷的地點 那這個虎鯊我應該可以輕鬆咬死 哇 不對耶 數量好像有點多 而且大白鯊好像也在附近了 不過這邊好像他落單了嘛 落單了 他敢來咬我耶 不過我咬他一口是70點傷害 但是 其實說實在的 他咬我也蠻多血的耶 不過把他給 屍體給吃了的話 我的血會補回來啦 所以也許 應該 我在想我可能等級 不用說特別特別的高吧 我就有辦法這個 直接一口吞他了 因為 他的嘴巴夠大吧 哎呀 我的額頭呢 有傷口 我的額頭有傷 欸我已經16等了 他不敢咬我了 15等他還敢咬我 16等他就不敢咬我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 來了嗎來了嗎 等一下我剛剛是不是 一口把他吞掉了 一口吞了一口吞了 我感覺好像是距離的問題耶 所以也許我老早就可以一口吞了 是不是 反正我現在33等可以一口吞 但是距離要跟他非常的近才行 對距離要很近才可以一口吞 但是等級33開始可以一口吞了 哇喔 好我們來吃了 超好吃 超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 我的天啊 終於又開始了 喔耶 開始了開始了 狂吃 欸我的 為什麼我的這個右眼 左眼角這邊會有傷口的呢 之前是誰咬的 給我站出來 靠不把你給弄死 哇 這樣看起來真的好好吃喔 感覺那個生生魚肉就這樣直接進來了 超新鮮生魚片 超好吃耶 不過這個等級升上去之後啊 這個我可以吸食吞食的範圍也會變廣好多喔 大家看 這麼遠就已經可以開始吸得到他了 哈哈哈 那畫面會抖動這個是很正常 但是這遊戲呢 從以前到現在都有的一個問題喔 當你的這個魚啊 成長太大隻的時候 他的鏡頭就會開始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鎖定還是怎樣吧 然後就會像這樣一直抖動 我們乾脆呢 現在就去找一下那個蒼龍之類的 可是 可是這台 太大隻了吧 然後 那個 背棋也太誇張了 太長了吧 這個天線喔 這一根 欸好像看到蒼龍了 我看到蒼龍了 這麼大的一個體型 除了他之外沒有別人了 對吧 出來吧出來吧 蒼龍 哈哈 其實我怎麼覺得 這個已經比我上一次那個烏龜還要大隻了 我現在這一隻 能一口吞他嗎 不能 目前還不能一口吞的樣子 哈哈哈哈 他要過來咬我了 我們直接一口咬 再咬一口 YES 死吧 等級只有122而已 但是說實在呢 要對付他呢 還是這個相當容易的 相當容易的啦 直接就把他給吃了 太簡單了 欸抹香精出現了 原本我還想說好像找不到他的樣子 他就給我出現了 欸欸欸出來了出來了 所以其實不管怎麼說 欸 我的小孩子終於找到我了 現在又繼續跟著我了 欸欸 小孩子我給你吃個抹香精的肉好不好 小孩呢 小孩太小一隻了根本找不到 但是這邊有抹香精的肉 喔是他呀 直接給他吃抹香精的肉 哈哈哈哈 吃完我相信他絕對就可以直接長大了 但是你怎麼不去吃啊 這體型也差太多了吧 大家看 喔喔喔喔 他一吃他一吃了 他一吃肉了 啊哈哈哈哈 啊好像有些肉塊對他來說太大塊了 不過 還是有些比較小的肉塊他可以吃啦 好的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 海底大獵殺虎精的話呢 當然毫無疑問的啊 就是 真的是在這裡面太強了喔 畢竟他本來就已經是沒有天敵的一種生物了嘛 那也終於是經過了這個十年計畫之後呢 成功的弄到了這麼一個交配對象 並且成功的交配了 可惜的是他們長大成年之後呢 就不會再跟著我 而自己就跑開了這樣子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喔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這一集 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囉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掰掰